劉老師 妳瘦好多 好久沒看到妳 對 妳瘦了多少 十幾公斤 快二十 瘦了快二十公斤 說妳當什麼 聽不到老公的心跳聲 帶她去大醫院急診 那陣子還是疫情很麻煩 對 好幾天都等不到病房 什麼情況下聽不到心跳聲 其實我覺得她這幾年 應該都已經開始會有病了 她呼吸常常會不順 在家裡的時候 對 她會跟我講說 她的那個好像覺得 她覺得應該是 他們家族遺傳病 因為我公公他們都有什麼 心律不整那種病 那公公還裝了人工心臟 最後是在下棋的時候 突然倒下去就死掉了 所以她認為就是說 她說那個沒有什麼 我們家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不太在乎 但是這兩年她開始 我覺得第一個變得很衰弱 她平常是走路跑到我前面的 她就是自顧自己這樣走 是很自我的 比較自我的人 是 那麼那時候大概 她發病了兩三年 我就覺得她走路特別慢 她走路那麼快的人 每次都超嫌我 有時候就走不過了 我沒有時候去大湖公園走路 就今天走不過妳了 就走不過我了 而且她會 後來先走不過我 最後慢慢就說 差不多從這邊走到那邊 再多一倍 這樣她就跟我說 她要休息一下 我就想 她那麼不服輸的人 最怕人家說她怎麼樣 她要坐一下再走 所以從坐三分鐘 坐五分鐘到八分鐘 十分鐘 最後說要回家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很可怕的 我們睡同房 但是不同的床 但是因為我是睡眠障礙 就是睡眠很不好的人 所以我吃了安眠藥 滾滾滾滾滾的 一個小時也不能睡 都是在很久以後才睡著 不知道什麼時候睡著 但是就有時候 我還清醒的時候 我就聽到她在呼吸 就這樣 然後用一個 好像是就是氧氣罩罩著 然後後來氧氣罩罩著 然後大聲呼氣那種聲音 傳不過去 又重 那個呼氣又重 然後突然會停止 停止了 我就嚇到半個時 挖起來 我摸到這邊還是有心跳 但是她的呼吸就變好了 但是有時候 就她會 呼吸這樣完畢的時候 又哭了 然後講一些我聽不清楚的 她會哭了 她會哭 在夢中嗎 還是會醒過來 在夢中 但是不知道她講什麼話 我聽不到 夢中 然後她會哭出來 然後 就有沒有眼淚不曉得 但就是她就會 有哭的聲音 然後會有說 但不知道說什麼 對 不知道跟誰講什麼話 就有好幾次 我就覺得開始不對勁 我就大概第二次 第三次我就跟她講說 我知道你很健康 很勇敢 都不必 鋼鐵不入的 所以不必看病 但是你不覺得 我現在看到的情況 我老實跟你講 我非常害怕 我睡覺 我會覺得你突然會斷氣 所以你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她說 我跟你講 你是全世界最愛看醫生的人 罵我 她就不肯去了 她很妙 我說我們直接到大型醫院 馬上掛急診 這樣比較快 她說 我不信任其他的醫生 她只信任我們看了 四五十年的醫生 在廈門街 她說她要 那時候已經不能開車 她說我們坐計程車 去彭醫生那邊 讓她診斷以後 我們再來看選醫生 我就跟她講說 彭醫生那裡是診所 也沒有檢查儀器 她怎麼能夠檢查精確 現在有比較很進步的機器 她就不要說 我們坐計程車去 再坐計程車回來 好吧 去了結果彭醫生怎麼說 彭醫生很驚訝 很驚慌 她說 她叫我說 你趕快帶她去 到大型醫院去 我聽不到她的心跳 她說她有一部分心跳 完全沒有心跳 她聽不到她的心跳 所以她不知道 她說一定要檢查才知道 所以我們就計程車 她還不肯直接去醫院 要回來用蘑菇 還把她帶了一些簡單的衣服 然後就去急診 急診就像你 就是你 就所有的流程 又在疫情期間 對 還在檢查 又要跑一遍 對 那結果出來結果是什麼呢 她說 四期肺腺腺癌 最重要的問題不是 四期的問題 是腺腺癌長在這邊 把心臟遮住了 而且變成 跑出血管變成血栓 所以她的血打不上去 會常常呼吸困難 然後我聽四期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分成幾期 對 總共幾期 醫師總共四期 大部分就是分四期 大部分四期 四期就是最後一個意思 然後我就說 醫生你可不可以講明確一點 我不太懂 他說 四期就是末期 他說而且她這個不能開刀 所以我能夠跟你 雖然檢查還沒有 我只粗略地檢查 但我可以跟你講 她只有三到六個月的壽命 我聽這個就不行了 就一定要跟兒女講了 所以我 然後又沒有病床 結果我爸 就第二天 還等到晚上的時候 怎麼樣 她電話到了 兩點多 半夜兩點多 她說 妳現在要不要馬上過來 我們現在有病房 如果你不要的話 妳就馬上給別人 就讓給別人了 我就趕快 趕快 半夜 半夜 結果兩點多 跑到那邊三兩鐘 然後進病房 進病房的時候 她很開心 她覺得得救了 其實我自己心裡其實 她都還不知道 妳都沒跟她講 我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我覺得講出來 等一下 她七十九 快要過生日 對 老師妳幾歲 我七十四 自己又進急診室兩次 對 你們兩個老的 真的是 而且她又 我不知道要怎麼跟她講 因為這個人很抑怒 又不太接受東西 所以我就偷偷跑到 那個病房外面 去打電話給兩個小孩 我跟她說爸爸現在是這樣這樣這樣 但是來還要做一個確診 所以這個禮拜可能就是檢查的 是 然後兩個 小的就開始哭起來了 我說你哭也沒有用 我也不能安慰你 因為我自己也一團亂 我說你們都鎮定一點 結果第二天開始做了 做了四天檢查 我不曉得做很多檢查 就是常常要推下去有沒有 你推她喔 我推她 因為醫護人員沒有人幫你忙 對...大家都在忙 對啊 結果都確定以後 我就跟醫生講說 醫生就說 那你叫你兒女來好了 他說他明天門診有時間 醫生講 醫生這樣講 他說你如果 你覺得要大概讓他們知道 你就叫他們來 所以第二天 等於第三天了 我兒女就請假 到醫生的門診的地理 然後醫生當場 我說你也請你大聲一點 對我先生講 他是當事人 我想讓他自己知道 他就說 你真的是立試期會腺癌 然後講說那個血管的情況 然後 所以你這個不能開刀 但是我們要請問你們 要是醫生的建議的話 我希望你們也積極做一些 復健的檢查 因為快過年了 你不是說你爸爸生日也快到了 他就跟我女兒講 那麼復興節也快到了 我們也剛好沒有過母親節 不能過母親節 他剛好發病 所以說 要不要積極治療 讓他活一點 說不定他還能過 一個年或兩個年 他這樣講 但我當時是所謂 所謂的積極治療 又不能開刀 那怎麼積極 放療跟那個標靶藥物 所以 所以我們當天就決定 先交六萬塊 去做標靶的DNA檢查 看有沒有可以搭配的藥 結果做出來是有 所以有 所以 有希望 有希望 那大家都知道 但是以後他願意 他願意 他那時候非常充滿的 生命的鬥士 對 好像看起來是真的很 積極想要活那樣子 是 到了六月初的時候 他醫師還清楚的時候 有一天他忽然傳簡訊給女兒 說叫你們趕快去醫院 救他出病房 他開始害怕了 那時候是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開始不能講話 不能吃飯的時候 他就傳簡訊給女兒說 你們趕快來救我 我覺得這個醫院是一個 實驗 把人體當作實驗的醫院 前天死一個 再前天死一個 後... 昨天死一個 再下來就輪到我了 所以你們如果不趕快 來救我的話 就是說他一定下一個 就輪到他 你叫媽媽帶著他的 小皮包跟手機過來 然後你妹妹帶鑰匙 叫哥哥開車來接他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 因為那時候是給人家看了 因為我就 一直排那個 那個看護衛找不到 是醫院的副理長介紹說 你自己的體力也沒有 說人家剛好 他的病人出院 所以剛好他這樣子 所以就特別給我們 結果他要... 我那天去看他 我覺得那個呼吸 已經換了比較重量的 那個叫什麼氧氣了 他完全不省人事 然後頭這邊是冰得帶熱的 這邊很燙 然後我看他呼吸那麼大聲 而且心電圖已經拿出來 在外面 護士跟我講 六十以下就趕快去叫他們 我就看了四十幾分鐘 我在前面看 他都是一百多下 那只有兩三下掉到九十 所以我就比較安心 我就跟他說 就像你剛剛講 我說我快累死了 我瞇一下 我大概幾分鐘 說不定瞇不著 但是我閉一下眼睛休息一下 但是拜託你千萬不要 那個時候走 我說你一定要在我 看著你的時候你走 這樣你比較有伴 然後我就又安慰他 我看他想一想 我就看看心電圖 又跑去跟他講 我摸摸他的頭 拍拍他的頭 我說 楊本娜 我跟你講 你這一段時期非常勇敢 受了那麼多苦 每天吃了那麼多針 從來沒有出聲哀過一次 最多只有臉部有那個表情 我說真的 我看你這樣子 我覺得 我也覺得很傷心 因為看你這樣子受苦 不忍 還不忍 就是會覺得很難過 所以你如果在那邊覺得 因為我實在不曉得人死是怎樣 我就跟他說 如果黑白無常在兩邊的話 在等你 或者死神在旁邊等你的時候 你就跟他去吧 因為這麼痛苦 在留戀 這個生命在留戀也不好了 就解脫吧 我說你解脫了 到那邊受病更健康 更快樂 能夠趕快轉世 但是你一定要等我 我就說我只瞇五分鐘 十分鐘 然後我藥已經吃一個多鐘 其實也不太能睡了 我就坐在床上 我不記得我有躺下去 我剛剛坐著 我就暈倒了 暈倒了 但暈到以前 我有幫他轉身 轉面向我這邊 我覺得我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對他 他也不會生痔瘡 結果我突然一下就醒來了 我也不知道多少下 結果我一看 是十二點零八分 然後我就看他 聽到他沒有呼吸聲 我馬上先摸他的頭 冰了 然後已經沒有呼吸了 然後我看 心電的就是一條線 我就衝出去 我就整個方向衝出去 結果他說 你們趕快來幫他急救 他現在已經那個 結果 那個比較大的主管就跟我說 廖老師 你是簽過不急救的那個同意書 我說我不急救只是說 不器切跟不電擊 我說其他你們不能來做什麼嗎 結果他們叫兩個重患 把我抓到房間裡面去 就讓我坐在那邊 他說你現在安靜 我們要處理它 結果他們就把他的身體 開始說要換濕衣 然後濕袋這樣 濕體的袋 然後就有其中有一個人就說 廖老師 你來幫他洗臉好了 用溫熱的毛巾 我那時候才覺得他是死 死定了 走了 然後我就 就真的幫他洗臉 然後他這個 因為自己把他鼻尾管 他 你看他 灌時他就把鼻尾管 結果流血流從這邊流 完全不聽話 所以第一天那個 那個康復 就打電話來控訴 他說早知道他那麼難顧 我就去顧比較好顧的 一樣賺了錢這麼辛苦 就這樣瘦 就一直控訴 我們就一直拜託他 我講起來真是 所以這麼長時間 你也瘦了 快二十公斤了 辛苦了